看来你爹比我更会教育人 我只是个拿手术刀的 我只会教育我的学生 不走捷径 遵守规则 这叫走捷径 规则也是因人而异的 那是因为你 你去问问李七 问问刘志光 这个世界有没有因为他们而改变规则 没有 从来没有 李七必须离开仁华 为自己犯的错买单 刘志光要不是拼尽权力考了三年 他根本尽不了仁华 可这一切在你身上就不同了 你今天站在这儿 不是因为你比他们优秀 而是因为你姓谢 你有一个肯为你砸钱 而且有钱可砸的老爹 这世界就这么不公平 你别不服气 你可以试试 要是哪天你们家公司不行了 你看看那些平时让着你 护着你的人 还有几个认识你 到那时你就会知道 谢南翔三个字 不过是你爹用钱堆出来的 你爹一撤资 你什么都不是 你什么都不是 这是时间 可不可以 你如果有个屁股 我还是在这儿 要是我的 恶不扎 但我还是再跑 你去衣服啊 在这儿躲多久了 知道外面几点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是个地球人 外太空再美 你也不能老飘在这儿啊 跟我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不想看见她 什么她她的 她是谁啊 她是你老师 你领导 说你几句怎么了 谁当小医生的时候 没被上级骂得狗血喷头过啊 我要是真做错了 她打我骂我 我坚决不会皱一下眉头 可是你看看 她自己手下的人被欺负成那样 她连一句话都不说 行 你不管可以 可是我一出手 她立马就跳出来 对我横挑鼻子 竖挑眼呢 她是有多恨我 我干什么她都看不惯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她不是首次出血了吗 她不是首次出血了吗 就算RH血型搞错 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问题吧 我说你当初这生理病历是怎么过的呀 大部分RH阴性血型者 第一次输入RH阳性血以后 会产生RH抗体 今后再一次接触RH阳性血 就会有溶血反应 而对于产妇来说 就意味着胎儿或者新生儿 母阴血型不合溶血病 这个病我记得是不是有点麻烦 网淳也刚刚结婚 可就因为这次输血事故 她可能一辈子也生不出 一个健康的宝宝了 怎么会就这么巧呢 巧 你就是这样理解一场医疗事故的 你认为是因为病人倒霉 赶上了一个小概率事件而已吗 难怪你不能理解 为什么你们周老师这么生气 你再好好看认她们 你想一想她们身上受的罪 心里受的苦 她们可不是 一无处事故表上 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而且有些伤害 今天还看不出来 但是未来会在她们的生活里 投下阴影 那还会有别的后遗症吗 孩子一旦有事 夫妻感情很难不受影响 你年纪还小 可能不明白 对不起 师姐 高兴你伤心事了 你 你饿一天了吧 食堂应该还开着 走吧 好 您不是四川人吗 我今天买了公报鸡丁 您吃吧 四川人就非要吃公报鸡丁吗 这不是川菜吗 那 那 那你想吃什么 我再去给您买 你还真当我是挑嘴啊 你这一会儿送水一会儿送饭的 不就是想给你那个同学 查一下监控录像吗 我知道不能白巧人是吧 你看我能力也有限 只能做这些 您帮帮忙 我知道 您帮过我 我不会忘记的 将来啊 我 我 我告诉你 没什么将来 将来你是大医生 你还能记得我吗 将来我现在带你进去了 看了监控录像了 他们立刻开除 我就没将来了 说实话 这输血科那边 只有走廊有监控录像 屋里的事我们哪知道 我们装的又不是透视摄影机 那总能看得到点线索吧 您帮帮忙 我就想看一眼 那天在输血科的前后清醒 大概在十二点五十分左右 就几分钟的录像 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他冤不冤你跟我说不着 我跟你说 这可是保卫科 你要是在这儿胡搅蛮缠 分分钟止 不是 你 你跟他费什么劲啊 你早点告诉我 我给老谢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你回来了 太好了 没事 我还能应付 多说说我总会说通的 人都没把你当盘儿菜 你说破天都没用 再说了 你这伙食费 惊起你这么折腾吗 还好 我先不跟你说了 来 这个给你 我 我先回去了 我偷偷溜出来的 林老师 我还没说完呢 这是他帮助朋友的方式 他就是一根筋 什么都不懂 反而坏事了 你知道吗 你对待他的方式 就是你心目当中 周老师对待你的方式 将心比心吧 知道了 那你是不是和周老师一样 那你是不是和周老师一样 觉得我就是一个 除了钱和脾气以外 再什么都没有的公子哥 如果一定要给你贴个标签的话 我想应该是 热情 仗义 真诚 真的 但是得快点成熟起来 好 怎么就你们这几个 撒瓜俩早的呀 这病房一堆事呢 陈希呢 大方 陈生长老师 请假回家 刘卢康呢 我也病了吧 林老师 行行行 我给我去吧 别说了 明天上午啊 十二床 十几床手术 你呢 去做一个数研宣教 准准备啊 背皮膚做人震点啊 白老师 把引力管回来吧 那我让护士长带你去啊 完了之后 你把三床跟四床药也化了 你 跟我走 下午还有几个喝上了 还要会诊呢 不是 李老师 我上午还有几个检查结果 没追到了 你走干嘛来了 我上午 李老师 我帮你们去追检查结果吧 你们那么忙 一无处来电话了 说过几天还要找你谈话 事故绝论没出来之前呢 你还是先停止反省啊 李老师 岳春多细心的人哪 标签贴错这种事 怎么可能是他干的 您就别听他的事 你以为我乐意啊 这不一无处矫情吗 现在我恨不得 女的当男的用 男的当牲口用 不管一无处怎么查 反正啊 我自己也在查 应该很快就有证据了 刘志光 你是不是闲的 冯和练完了没有 朱青天是不是不够你用了用 他练没练也是他自己的闲事 你管得着吗 来来来 孤奶奶 别吵了啊 干活 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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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床后面又谈赌了 灵灵啊 你赶紧去看一下 好 六床的那个盐水也调完了 那个小罗 你去六床 行 你们要这分到哪儿了 怎么一个人都走了呀 真是不够乱的 护士长 我帮您分吧 护士长 我今天还要复查了吗 我看一下啊 你先再做个CT吧 好吧 好 护士长 那不是给病房那位姑娘 说策写的那个实习生吗 他怎么还在这儿呀 护士长 这种人哪 他又是帮我的药给弄错了 这可怎么办呀 你不要担心啊 路过我们这儿吧 路过我们这儿吧 好 对啊 对啊 该说的我都说了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出科了 你们要是还像上周那么瞎折腾 信不信我把你们一起打包退回教育住 信 那 不信 你夜班没支够吧 那您不想让人回答干嘛非要用问句 你们都出去吧 叶川芒 你留一下 你怎么回事儿啊 哈欠连天的 对不起 昨天晚上没睡好 排你夜班了 没有 别说夜班了 连白班也没有我的事 暂时停职 是医务处的决定 你失眠耍任性随你 但是影响工作气氛绝对不行 我又不是个机器人 按一下钮就有说有笑的 要罚就通通快快地罚 像谢南翔那样 五个夜班熬一熬也就过来了 像我现在这样 炖刀子割肉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谁受得了 责任事故都是要停职的 任何人都一样 你要想留在人华 你就得忍着 你不想忍或是忍不住了 你趁早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什么 每年有多少优秀的医学毕业生 想留在任华 我这里每个位置都是很宝贵的 任华 只属于配得上他的人 别翻来覆去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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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不翻了 是不是因为医务处要找你谈话呀 肯定要找我吧 心里面挺乱的 我知道你心里压力大 其实既然憋得这么累 为什么不干脆自首呢 你看那病人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如果你主动去说的话 没准就从轻处理了 我有什么可交代的 又不是我干的 是不是你干的 这件事人牵连好多人了 你看仙丹香为了你 去找关系 被周老师给骂回来了 就算周老师最后原谅他 你说心里以后能没疙瘩 刘世光和陈希找了 仙男香一晚上 陈希都病倒了 这次考评肯定要受影响 不过最离谱的还是刘世光 他一个人都不认识 居然还想去调查 你也别光想让自己 大家为了你忙前忙后的 都挺不容易的呀 我知道了 我过生日的时候 怎么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吗 咱俩跟他们不一样 咱俩一点背景都没有 好 出了事只能自己担着 你又不是白小精 再大的事都有人给你摆平 难道你也有什么关系 能跟你把这事摆平了 我哪有什么关系 那不就得了 所以不要硬撑着了 是实物惹为俊杰 我也是为你好啊 早点睡吧 我也是为了 这么后 你还 retrieved 我该是说了 我怎么会听到你 我经历那些 你 你 你 是 我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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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还有什么 所以你觉得给她讲讲潜意识 讲讲心理应设 她就能不难受了 我知道这样现学现实不靠谱 跟你说大道理 她也听不进去啊 像叶春萌这么心气高的姑娘 什么闺蜜抱着哭一哭了 斯帕姐又泡一泡了 心理医生吹一吹了 这些都是小儿科 没用的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还她清白 这么说你光想得一样 也觉得她是被冤枉的呀 我有这么说吗 那你怎么也跟我出主意 因为叶春萌是咱们组 我唯一看得上的对手 他就这么被淘汰了 我赢得太轻松了 没意思 那你说怎么才能还他清白呢 保安那我都跑了好几次了 死活都不够掉记录 我知道是谁干的 张欢宇 张欢宇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张欢宇紧接着叶春萌接触血样 他有最大的动机 而且他也有最大的便利嫁祸给他 最重要的是 出事以后张欢宇没有替叶春萌 说过一句好话 倒是你昨天说要调查 他就急了 对对对 这么明显的事儿咱们怎么一直没注意呢 心理学没告诉你嘛 人总是倾向于吸收那些他们愿意相信的信息 而把那些不愿意相信的排出在外 那些不愿意相信的虽然丑陋 但往往就是真相 可你说的这些也都是理论上的 你也不能百分百肯定是他干的呀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你等着 我去逼他嫌出原型给你看 走了 该出门诊了 好 咱俩谈谈 咱俩谈谈 跟我谈什么 我知道雪阳标签是你贴错的 这么大的发现 你不去告诉医务处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啊 因为你没有证据 听说有人昨天去护士站查这批标签 是不是过期了 病房管理人人有责 我不像你 只知道顾着自己 查到没有过期还不相信 抱怨采购部的人吃回扣买次品 不然背面的胶怎么那么容易开胶 你想说什么 一个一直明哲保身的人突然跳出来 无非就是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威胁 如果标签不脱落 你再贴回去的时候也不会搞错 放心 我能理解 换做事我也会恨透了那些 买次品标签的人 白晓晶 柯南看多了是不是 没时间跟你疯 你慌什么 你那么爱看美剧 法庭系里有个词叫间接证据 你懂不懂 看来这两天没少做功课啊 所以你刚才说那一车话 我都懒得跟你解释 充其量也就是个间接证据 拿来过过过侦探的影也就算了 诬陷我 别说我不服 就算医务处也不会认的 觉得自己很聪明 有一天你会后悔 没抓住这个机会承认这一切的 你看 晚上不好意思 这血压不就降下来了 不是说好了 养病歇歇要好好休息吗 找找手机啊 你早晚我没收了啊 别啊 刘大夫 来 要不我家里吧 有个没证啊 那怎么不注册一个呢 我跟你说 每晚上的时候啊 你定位一搜索 就可以搜到好多你们的职丹医生了 给你看个好玩的啊 这是我刚搜到的 他叫吃货美女小大夫 你看看 是不是跟你一块实习的张大夫啊 是他吗 真的啊 看看 看看 我跟你说啊 这张大夫啊 他可真是个微博控 好多好多微博呢 这是他生日派对上面的照片 你有没有去啊 我翻翻看啊 好奇怪哦 他生日派对之后 他的微博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了 他最后一次更新是什么时候 我看一下 是他生日会之后的第二天 十二点五 十八分 他的微博是这么说的啊 张欢宇紧接着叶春萌接受血样 他有最大的动机 而且他也有最大的便利嫁祸给他 最重要的是 出事以后 张欢宇没有替叶春萌说过一句好话 倒是你昨天说要调查 他就急了 你能把手机借我用一下吗 好 好了 你们俩扶他去做个CT吧 慢点啊 张欢宇 你当时在刷微博是不是 那天中午十二点五十八分 你发了条微博 而叶春萌牵手血样的时间 大概在十二点五十分 你就这么调查我的 医院发微博的医生多了去了 有一明星医生好几百万粉丝呢 不也一边上肌诊一边发微博 你怎么就盯着我呀 叶春萌让你拉我给他垫背对不对 真逗你们 你 你这条微博说的是离奇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你刚收到他的生日问候 你们是不是才通过电话 或者短信啊 我说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知道了吗 可从这条微博上可以看出 你当时心神不定 也就是这个时候 你把许阳交给叶春萌了 你会不会一分心弄错了标签 这么说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能把这么大的事 推到叶春萌头上啊 你看他带你受了多大的委屈 你 你心安闻你 我跟你说话呢 什么微博 什么利器啊 什么十二点五十八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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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了你 到点了啊 病人可是要来了 小心离波骂你 赶快干活吧 看下三个部门 对不起啊 我还是打 打一百分钟 我现在不想吃饭了 你喝饭了 你吃饭了 我得吃饭了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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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叫个小 merchant 书写科都是仁华的老人 虽然他们嘴上不说 但是我听出来了 不管我说什么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 我跟你说你就是年轻 老往坏时候想 那莫菲丁律知道吧 坏事总比好事容易心想事长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大家不都这么想吗 反正这事早晚得扣我头上 我就不懂了 还装不作样地调查什么呀 你 你那 那什么 昨晚上肯定没睡好吧 这样 你呢 先回去好好休息 科里缺人缺的 恨不得连后勤都往手术台上的 李伯 你倒是大方 你看 反正呢他也不能在一线操作呢 你看这 这愁眉苦脸呢 咱是让人看着心烦 不能一线操作 总能端查宋主吧 他要什么都不干 凭什么占着我实习生的名额 外科不养型人啊 李老师 您派个活吧 干什么都行 跟我走吧 这么多啊 这么多啊 什么 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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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天过完生日一上班 我就出错了 还特别严重的错 但是我不敢认 你知道周老师的 我一认 我就立马要卷铺盖滚蛋 可是你昨那天我跟你说好了 我一定要为了咱俩撑到最后的 我发现我好累啊 我要撑不下去了 我也不想这样 别说我 知道我做错了 你也没有好受啊 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做了梦呢 你那叫复旧感活该 那我们呢 我们就应该活该像个傻子一样 被蒙在鼓里 我们冤不冤呢 叶川某也不冤 我知道我不好 我不知道事会闹这么大 我以为 叶川某写个检讨就完了 没想到现在两科室杠上了 现在不闹大 都不行了 那你就该在医务处 找叶川某谈话之前 赶紧去自首 我不能自首 我不能去 陈希啊 咱俩这么多年的同学 我求你了 别把这事说出去 我不能走 那叶川某怎么办呀 陈希 我问你 如果我和叶川某 必须走一个 你希望是我 还是她 以前我不懂 你怎么为谢南祥 痴情了那么多年 可是李齐一子 我突然就明白了 你怎么能看着她在你面前 对叶川某那么好 为她出走 为她担忧 别说了 好 我可以不说 你也可以当做 你看不见 但是只要叶川某 再人花一天 现在想到眼睛里 就永远都没有你 没有你 张欢宇 张欢宇 我怎么就没想到是她呢 这么大事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先别激动了 我激动了吗 赵哥以前我 我 行了咱俩现在赶紧去科里 把这事说了 叶川某她受多大委屈啊 走啊 李齐 下手术 收到张欢宇微信 说最近工作失常 她听着状态特别差 我很担心啊 可是电话打过去又不接 我知道你要向我下放心了 可是我对她就是放不下心 你帮我多劝劝她 这事想来想去 只能跟你说了 兄弟 拜托了 这 好 像不像一群没有翅膀的小天使 刘志光跟我说她每次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就会来这儿 看看他们就会好很多 你是不是又遇到麻烦了 如果说出一件事真相 会辜负你的兄弟 可是你要是不说的话 你另外一个好朋友会因此蒙冤 师姐 你会怎么选 很难选 师姐也觉得难啊 我以为师姐这么成熟 什么事在你这儿都会有答案呢 其实呢 做个选择并不难 难的是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所谓的成熟呢 并不是说每次都能选择正确答案 而是说就算选错了 也能装作不后悔 那到底怎么选择能不后悔 这个啊 就像我们给病人选择治疗方案一样 你比如说同样是儿童中耳炎 引起的听力下降 那有的家长呢 希望尽快恢复孩子的听力 就会选择手术 可是手术必然会冒麻醉的风险 以及后期治管脱落的风险 有的家长呢 害怕给孩子手术 就会选择药物保守治疗 但是药物毕竟起效很慢 那么有可能在中耳机也消除之前 听力损伤就不可逆了 我们作为医生能够做的 也就是给病人客观的分析利弊 没办法保证最后的结果 当然也没法替他们做选择了 追求立竿见影 叫承担手术的风险 追求保守治疗的平稳 叫承担疗效慢的风险 是 没有什么两全其美 对啊 很多年前啊 有个人跟我说过 为什么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呢 就是因为老天爷 希望每一个人 都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那个人是周老师吧 老ải 老 Ramsay 老二 老 Four 老母 各科会诊的资料都送过去了 病房的药和病例也运完了 黎老师让我来问问您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 大家都在手术室加班 你这么早就想下班啊 我也想去手术室 早上医务出说了 调查内容别告诉我 您根本就懒得关心吧 战士没你能干的活了 还有半个小时下班 这样吧 去操场跑四圈 估计时间就差不多了 您可真会替我筋打细算 只要你还占着 我实习生的名额 就必须服从我的安排 没有资格抱怨 也没有资格偷懒 还不走 别以为熬到下班就不用跑了 就不赞 我都不会也不怕 你说什么 她呢 不哭你 我都不会和她们 就像是最后一样 那我把她都给她带 我一只上一个 我和你与你 我メet 你不想着 这姑娘压力够大的呀 都开始自虐了 是我让她跑的 为什么呀 跑累了好睡觉啊 省得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 我可不想眼皮子底下 总是有个眼泪汪汪的 你还挺细致 还知道照顾人家小姑娘的情绪 我是照顾我自己 我的学生未来都是要上手术台的 一个个焦地低的 体力这么差 不锻炼怎么行 未来 你觉得她还能留下来吗 周敏 我真的想再劝你一句 别再跟老笑定了 我知道 你那面子肯定是下不来 毕竟嘛 叶春萌是你的学生 可人家老肖啊 人是葛院长的人 葛院长在全员大会上 说得非常清楚了 叶春萌抱不住 人在屋檐下 不能不低头 你把这关系回头搞得太了 这件事这么不对劲 我就不信老肖看不出来 我不是因为叶春萌 是我的学生我才抱他的 我是看不惯他们不按程序办事 出事了就找个人来冤枉 想稀释宁人可以 可拿我学生的前途做牺牲 算怎么回事 良心让狗吃了 我脾气你知道 你别劝我 好 好 你啊 你啊 我 你啊 你啊 我 我 我 你啊 你啊 你 我 坐了 睡早了 看来昨天睡得不错 我也没想到 自己这么没心没肺的 沾枕头就着了 看来可以马上投入工作了 我现在只能刨腿打杂 还占着您实习生的名额 您已经够亏的了 所以比别人早来了一个小时 工作态度有进步 去找礼部安排任务吧 周老师 周老师 早 我要是说 这次书写事故的责任人不是我 您信吗 这事 去和医务处说吧 可是我没有证据啊 算了 反正您早就放弃我了 我也给柯里添了那么多麻烦 现在大家都劝我去主动认错 我没有错 我就是要坚持 但是如果连您都不相信我的话 我的坚持就变成了拒不认错 强词夺理 变成了自私 我随口说信或不信 就能影响你的决定 我信不信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 至少在专业上 您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 我真跑不了 我的腿越跑越粗了不行 都粗成这样 还能粗到哪儿去 我要去图书馆开始 晚了就没位置了 你真打算躲一生梦一辈子是吧 我没有啊 陈希 你撒谎的时候 就喜欢眨眼睛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什么性格 你和叶春萌什么关系 这事你能置之不理 你要是觉得叶春萌对 你肯定会力挺她 就算你觉得她是错的 那你也会一边教育她 一边帮她忙 你真不是那种朋友有事 你当缩头乌龟的人 你这么了解我 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装傻 你别给我打岔 说实话 这事是不是你早就知道 叶春萌是被冤枉的 就是自己不想帮 我有我的难处 张欢宇 对吧 你都知道了 我怎么能不知道 我们一块儿当了五年的同学 李琦走的时候 还让我照顾她 所以你不能怪我 我真的很为难 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为难的时候 叶春萌在干吗 她没日没夜地 泡图书馆查资料 她还跟我说了 就算她最后走了 也要把有关的资料 有用的资料留给王春燕 都什么时候了 她还有这个心思 只有心思纯净的人 这会儿才能放下自己 我决定了 不管他们怎么样 我肯定要帮她 要不然咱神华太对不起她了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有私心 算了 不说了 那咱们怎么帮她呀 最重要的是有证据 她有没有给你透露什么呀 没有啊 她肯定知道没有监控录像 所以她就算说了什么 那也不作数呀 而且我让她去自首了 她不肯 对呀 她都扛到这会儿了 那怎么办呀 换错标签这种事情 只要她一口咬死不认 那咱们也没证据啊 换错标签 那就是说这事 至少牵扯了两个人 我怎么没想到呢 走 吴建群 男 四十七岁 骨科手术病人 我查过她的配血申请班 当时她和王春燕的血型培养 几乎同时被送到了输血科 也就是叶春萌给你的那两款血 大清早的 你们找我试着些干吗 王春燕输血发生不良反应的时候 外科和输血科互相掐乱成一团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却跑去了骨科病房 告诉吴建群 她的配型血样有误 暂缓输血 当时事故原因未定 根本就没有人会想到 王春燕的不良反应 和吴建群有什么关系 除非 她早已经知道了配型血样有误 而能有这种先知先觉的人 肯定就是那个 把输血血样搞错了的人 你们去骨科病房问过我了 这是你过生日的时候 叶春萌送给你的吧 我记得你挂在钥匙上的 我们去骨科病房的时候 人护士说你匆匆地走了 把这个落下了 他们就给你收起来了 你俩是不是觉得我 你俩是不是觉得我 特坏 特自私啊 我当时 没考虑这么周全 因为我想着 千万再不能害一个病人了 你做得对 你做得对 什么叫对啊 一个决定对所有人来说 未必都是对的 对吴建群来说 是对的 对我却不是 对 你这种隐瞒真相自保 而叶春萌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一样 求你们一件事 说吧 咱们也是同学一场 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会不管 别告诉李琪 我自己做的事 我自己担 我自己担心 他刚到新单位实习 一个人在外地 不容易 别再为我的事分了心 行了 没问题 跟义务处谈完了 没什么事吧 我没事了 张光雨还在里面呢 你别恨他 他被取消毕业留校资格 退回学校重新找实习单位 已经付出代价了 周老师也可能被处罚 宣布他处理结果的时候 我在里面呢 也没高兴 也没难过 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 我记得我第一次喝醉 应该就是他过生日吧 明天大家在一块儿 还挺开心的 都说酒后吐真言嘛 我还以为大家说的都是真的 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 喝点酒就冲动热情 是到临头还是要自保 这有什么能理解的 你别这么说 张光雨挺努力的 学医这么苦 最后血本无归 够可怜的了 我说的是宏观现实 你说的是具体个人 你跟我抬什么杠 就是所有感情都不靠谱呗 大难临头各自飞 大义凛然的道理谁都会讲 是到临头就不一样了 人和人的区别不就在这儿吗 这年头没准还是有人 愿意英勇就义的 我说各位大姐 咱能不能别的文艺了 怪不得我们家老谢 经常说一句话 这女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人家米兰昆德拉说的是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好吗 这也不是怕你们妇联有意见吗 给你们留面子呢 谁敢瞧不起我们呀 我哪敢呀 你们个个都是流血流液 一礼拜都不能死的主 我还敢惹你吗 怎么那么恶心 你们开欢庆会呢 我们足以这种方式 淘汰了一个人 你们告诉我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们去吧 张宽宇 你不等陈希啊 他肯定想送送你 他送是他送 用不着你送 我也不会跟你说对不起的 是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错了 人命关天我 应该小心一点 可是如果再来一次 我也不敢保证 我不会把他推到别人头上去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做错了事 不知道自己要承担后果吗 你就是来跟我显摆 你有多高尚的 你别装了 你心里清楚 咱俩都是一样的人 都有私心 都想留在这儿 你也不是没耍过手段 只是我这次的情况更严重 算我倒霉 倒霉 你害的那个女人 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 再当妈妈了 要倒霉也是他倒霉 你作为一个医生 一点都不内疚啊 你不懂 你过生日那天说 咱们是一类人 我告诉你咱们不是一类人 我有我自己的底线 学医的底线 户口 房子 留院资格 都不能让我跨过这道底线 我相信你其实也是这样 不然当初何苦要选择 这么苦的一条路 去学医 你不是你自己想的那个样子 你把自己看低了 你别说的 好像特别了解我似的 可能你没把我当朋友 但我曾经把你当朋友 我从小地方来 你一直也都挺照顾我的 不管怎么说 我都想来送送你 我看你把这个扔床板上了 你不要了 我都扔完 叶丑萌 你没有眼力见啊 现在一把这个扔床板上了 怎么这么快 她还在车上了 孩子 我早知道 你还是要干什么 这儿 怎么还不够 你不能说 但是你做什么 很保护 那个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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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什么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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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什么 打算从此换日子 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 要是是 您就明说 现在按时上下班 也得被叫来问话 干外科的按不按时下班 不由中说了算 由病人说了算 去领刷手服 口罩 十分钟后 在手术室门口等我 好久不让我进手术室了 干嘛 这辈子不打算进了 打算 还不赶紧 只剩九分钟了 邵主任 您也让开那六号手术室 许致 谢谢你了 再加一盘 这么晚了还有手术 什么呀 就是腹腔浓肿轻疮 这种基础手术还得你上 怎么 上头自来的贵人啊 上个月老宋做的 出口一直高烧不退 对 可能是腹部脑腫肿包裹了 怎么又是老宋啊 他别人做的手术都挺顺利的呢 不说这个 那知道 我给你去准备啊 谢谢啊 那我过去了 李波 你们来缝合 别的忙着帮缝合啊 用洗手写啊 嗯 等等 还不明白 就这样呢 你敢让他缝合 我没注意 你 跟我下台 我还没想明白我为什么捡你的线吗 您剪掉我三分之二的线 也许是为了提醒我 如果技术好 计算精准 用三分之一的线 也可以缝合一个八公分的切口 这样长久下来 一年这么计算 应该能给医院省不少钱吧 不对 再想 不用了 想不出来 那我问你 缝伤口和缝衣服有什么不一样 缝衣服的针是直的 缝伤口的针是弯的 缝衣服不用持粘气 缝衣服不用戴手套 缝伤口得戴手套 为了无拯操作 无拯操作 你总算想到这四个字了 我怕等你想起来 不知道有多少病人的命 都打进去了 无拯操作怎么了 我的无拯操作一直学得很好 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学校 哪次考无拯规则我都是第一啊 我不记得哪条规定里面 限制缝合线的长度 这就是你说的学得好 缝合线是可长可短 但万一长到碰到手术台边缘以下的不丹呢 手术台边缘以下的部位不能视作无拯区 凡是垂漏于该区域的器械物品 凝数污染 需要重新的消毒灭绝 刚才线尾一飘 是不是碰到台下的不当了 知道哪儿错了 对不起 赵老师 重新刷手 跟我去六号手术室 病人是交去农村的 手术费也不便宜 术后虽然不舒服 但总觉得挺挺就过去了 这一挺就挺成这样 蓝尾炎弄成这样 确实挺惨的 说说蓝尾术中感染的后果 蓝尾炎是个简单手术 育后良好 但如果脱成笼包穿孔 由于感染反应 对周边组织造成重大伤害 患者会腹痛 高烧 严重的会并发败血症 还有呢 还有例如这个病人 内部感染包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清理修复是个极麻烦琐碎的活 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也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还有呢 还 还有 你论了最重要的一点 事物中残余浓疹 感染后第二次清疮手术 让病人受了二叉罪 这些原本都是有机会可以避免的 累不累 不累 不就是四台手术吗 最后一台是你自找的 明天我让李波带着你把吴军守则 重新复起两遍 从戴手套开始 不用了吧 周老师 我都知道了 你没有 我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你两次承认错误速度太快 这不符合认知规律 更不是你的性格 书写事故责任调查的时候 我一直都不承认 我也没看你相信我 这事儿 你还真觉得你没一点责任 大家都知道 我是被张欢宇陷害的 这事儿您也能挑出我的错来 如果你能在第一时间制止他上班玩微博 而不是让他进操作间玩个痛快 如果你能发现他情绪的变化 而不把血样交给他 那后面的事儿都不会发生了 王春艳不用担心自己孩子未来的健康 两个科室不会相互猜忌剑拔弩张 张欢宇也不会是现在这个下场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那个待人受过 被停职调查 被家属骂 被病人责怪 天天晚上睡不着觉的人是我 事故调查的时候 您不帮我说话就算了 现在结果都出来了 您还这样说我 那我不服气 原形毕露了吧 我就知道 你不是一个能乖乖认错 还心服口服的人 那是因为我是一个 有正常是非官 羞耻感的人 我没说没有 但正不正常 不是你说了算 你说了算 如果还想在仁华外科干 对 我说了算 您这就是专制 不讲理 周西斯 这个点了 你脑子也不清楚 懒得跟你说了 早点回去休息 再过几个小时 还要去操场跑步呢 五千米 为什么 你不会以为今天犯了错误 不该受到惩罚吧 张欢宇已经付出了代价 你也一样 真好 我去哪 你别告诉我 两点下个首祕台 你又伤跑了呀 你这是刺激我终将失去的青春呢 周老师呢 我有话要问他 你跑多少圈 跑傻子 有你这样找领导谈话的吗 别动 喂 外科 好 女侠 你这是远程发功吗 吓得周主任今天请假了 上次不是已经说好了 不做夜班手术 按时睡觉 适当锻炼 请问您哪一样做到了 最近科理手术多啊 实在是忙不过来 这活是永远干不完的 我告诉你 你这神经衰弱 就是由于你长期的不重视 我不是吓唬你啊 像你这样 睡眠质量差 精神高度紧张 免疫力肯定下降 到时候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 上次给你开的药 你吃了没 没吃 不是 就您这一从行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是我的老同学 我 不治 我是担心有副作用 我看了药理实验报告 这个药长期使用 对肌肉的控制力 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还得做手术 我不能冒这个险 药物控制永远是双刃剑 但是权衡力逼逆 你这个病不能再拖 可如果再也握不了手术刀 我这个病治好了又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让你把念初找来 这个时候家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疾病这个东西 它就是专挑软柿子捏 你自己有信心了 再加上家人的支持 疾病他自己就先送了 欧凯 你不是不知道 我和念初已经分居了 尤为您就别在这儿跟我矫情了 念初的为人 我不是不清楚 在这种时候 他是不会把你扔下的 来 你给他打个电话 把他叫来 我们一起商量一个治疗方案 来 如果这一张一定要打 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战斗 我 念初的为人 我不是不清楚 在这种生活 他是不会把你扔下的 如果这一张一定要打 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战斗 喂 我叫周明 喂 周明 下午有空吗 咱们去把手续办了 咱们去把手续办了 你说什么 喂 喂 你那儿是不是信号不好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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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周明 什么声音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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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已经叫过拖车了 跟你有说了我没事 你不用特地来的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头晕吗 我 嗯 还有腰颈尖有什么感觉 我没事的 车都撞成这样了 冲击力肯定小不了 去医院查一下吧 不用吧 怎么不用啊 现在你是病人 我是医生听我的 我 走吧 走吧 王海医院就在附近 去查一下放心 请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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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了佳吉 十分钟出片 要不要去跟王海打个招呼啊 平常老麻烦人家 不用了 上班的时间都挺忙的 在里面的时候 我给4S店 还有保险公司都打过电话 修车理赔的事全都搞定 一招后取车 真不好意思 现在还得麻烦你 知道麻烦 就不应该开车打电话 多危险啊 你刚才什么事 非要开车的时候告诉我 我是想问你 念初 念初 真是你啊 念初 这么巧 正说起你呢 周明啊 你就是嘴硬 走 到我办公室说去吧 念初是来会诊的 你去忙吧 不用陪我们 我 去吧 好 那 那我先忙去了 好 你干吗撒谎啊 你干吗撒谎啊 打手机出车祸 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何必多一个人知道呢 那我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那你还不谢谢我这么多年的不杀之恩呢 你还没告诉我到底什么事呢 没什么 我去看看骗子出来没有 我去看看骗子出来没有 你说这周明也真有俩下子啊 出车祸这么大的事 连坑一声都不坑 他昨儿加了台手术 弄得两点才完 估计是太累了 我要早知道我今天把这车钥匙给他扣下 不让他开车 骗子拍出来吧 倒是没有什么大事 但我还是不太放心 让他休息两天他也不肯 你可得盯着他点啊 别让他熬夜手术了 我担心他那个腰椎 旧伤复发 他能听我的 这事啊 你得跟徐姐说 也是啊 徐姐不给他开台 他就没辙了 诗姐 程老师 林老师 这师姐也是你能叫的 你应该叫师母 懂吗 师母 不用吧 我就比他早毕业几年 叫师姐还嫌得我年轻点 这辈分跟年纪可是两回事 养着您那些白发苍苍的学生们 多曾见证蒙凡 也得叫师母 明白吗 那什么程老师 师母 我还有课 我就先走了 去吧 那臭小子 这帮学生 你别心态了 从小就得培养他们正确的规矩 懂吗 上班前跑完五千米了 但不代表您发的我心服口服的 我负责处罚 你负责受罚 这就够了 心服口服这事是个禁忌 我不强求 那至少我有权利再说一遍 我觉得书写事故的责任不在我 这事我没错 结论都出来说跟我没关系了 病人和输血科也说了我是无辜的 看来我昨晚说的话 你还是没听进去 您不就是说张欢宇犯错 我没料到 没房住 就是我的错吗 不 你料到了 你只是没想房住 所以就是你的错 我不担心一两个张欢宇这样的 但我担心一个姑息错误的环境 因为后者 房不胜房 您这帽子扣太大了 我戴不住 你本来就不是一点就能通的 没事 我帮帮你 每天上班前继续跑五千米 直到你想通为止 白晓静 我怎么看见叶春萌 大中午的跟李博老师在手术准备室 练习戴手套 刷手啊 你可别告诉我 你们组学霸解 也得练习乌军操作吧 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不是听说输血失故之后 周老师对岳成蒙 各种看不惯 各种罚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你们组一姐的位置 非女莫属 我有必要跟她争吗 那要没她 上回甘一致跟周老师上台的 应该是你吧 你敢说前段时间 她被倒茶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一点点的 幸灾乐祸 你们俩说什么呢 白晓静才不是这种人呢 多亏她发现线索 叶春萌才这么快地 洗脱嫌疑 白晓静 没想到你冷烟的外表之下 跳跃着一颗圣母的心 走吧 走吧 小心超好这出门者了 走吧 我请你替我说话了吗 可 可他们在乱讲什么呀 他们说得不对 我当然有纠正他们呀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被人理解 这 你的手法还是一样的好 那是 当初为了治你的腰伤 我正经去中医学院 学了几招的 我记得 我当初还夸你 文准狠来着呢 那会儿 只要你哪天下了台大手术 往这儿一趴 我就知道你这腰又不行了 只要摁哪儿 用多大的力度 根本不用你说一个字 有时候摁着摁着 你都睡着了 聂初 谢谢你 其实那会儿啊 我倒挺享受这种时刻的 只有你腰疼得 受不了的时候 才显得需要我 等你的病痛一消失了 立刻又跑回你的手术台 病房 我都不会 是我让你失望的 这协议我都签了 你怎么还管我呢 因为你需要我 我知道你最近状态不好 没关系 我会陪你撑过去的 我会陪你撑过去的 是的 不管怎么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啦 一路都不说话 昨晚没睡好啊 不 最近科里事多累的 王凯说我有抑郁倾向 我觉得找个心理医生聊聊 可能也不错 太好了 你可面对这个问题太不容易了 你上次说 你有比较熟的心理医生 要不你帮我联系这儿 没问题啊 等约好了我陪你去吧 等一下 李大夫会告诉你出院的注意事项 别忘了定期回来复查 下回啊早查房 跟夜边大夫说一下 早点乔班 迟到多不好 知道迟到了 就不能多花几秒钟擦擦汗 把自己食到精神地再醒来 这么狼狈不是让病人看着笑话吗 你这是白大褂 不是白抹布 夜班连白班 中间还得跑一个五千米 能不狼狈吗 空腹长跑会低血糖的 你撑得住吗 谢谢 查房是看病人还是看他呀 周主任 听说您是为了我的事在罚夜大夫 我看他这样子我都怪不忍心的 他比我小不了几岁 都是耗面子 脸皮薄的时候 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算了吧 李波 带他们去门诊 李春芒 你留一下 跟没跟你说过 别把情绪带到病房 我没有 这叫没有 你看看李波 哪次被女朋友甩了 不是躲在值班室里哭得撕心裂肺 可是只要一进病房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谁也看不出半点不对 什么是职业道德 这就是职业道德 再看看你 觉得自己受了点委屈 就恨不得抄抄的全世界都知道 你以为四海之内接你吗 都得哄着你惯着你啊 您觉得我二十四小时没合眼了 还有力气抄抄吗 瞎子都能看出来我现在有多惨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故意把自己弄得惨兮兮的 好让病人替你求情是不是 我告诉你 这套对我没用 这周再值两个夜班 让李波替你排 再值两个 不满意就值三个 值就值 但是话要说清楚了 我出事的时候 您不帮我说话就算了 现在还安排这么高强度的 工作和训练给我 您以为我是铁打的是吗 我看不是我把情绪带进病房了吧 是您看我不顺眼 是你自己受了委屈 就走极端 看医院看病人看全世界都不顺眼 而你自己却没有发现 输血的事的确让你受委屈了 可是一受委屈 就自尊心爆棚撂挑子的人 是一辈子也成不了大事的 更做不了合格的医生 医生最重要的是治病救人 是职业操守 而你呢 把自己的自尊心放在第一位 这是你最大的障碍 就你这样 还指望我能看你顺眼 别在我面前碍眼了 值班去吧 来 走 喂 黄凯啊 那好 你在车里等我吧 黄凯 证明 上次给你开的药 医院正好断货 现在总算给你备齐了 谢谢您来 还特地送一趟 正好在你们仁华有个会诊 顺路 我们上次可说好了 你可得按时吃药 放心吧 你就别敷衍我呀 看看你那黑眼圈 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失眠了 你可不能再这么一个人扛下去了 治疗神经衰弱的药 无论药效是阵痛 抗焦虑 或者是催眠 长期服用都会成瘾 你这上面怎么没写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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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药物成瘾和副作用的问题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治病嘛 不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了 昨天你为什么不让我跟念初 提你那事 他也是大夫 他一定能理解 几年前啊 我在急诊轮转的时候 遇到这么一位病人 工伤 摔断了七节脊椎 不得不长期服用阿品类的止疼药 后来他的药物依赖 越来越严重 他老婆就把药藏起来 怕他乱吃 可他就会发了疯似的招 找不到就发脾气 甚至打骂他老婆 两年的时间 我看着他完完全全变了一个样 也看着他老婆 从一个开朗的女人 被折磨得整天提心吊胆 愁眉不沾 有一天晚上 他药物过量晕过去了 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救活过来 想联系他老婆 却联系不到 大家都以为他老婆生气回娘家了 可第二天他出院回家 才发现他老婆在家里自杀了 两害相权娶其轻 周明啊 我总算知道你害怕什么了 不过你要知道 首先你的病情比他轻 第二 现在的新药副作用也小 最关键的是我相信念初的为人啊 我相信他一定会不离不弃的 直到你度过药物依赖这个关口 你别看他表面上柔弱弱弱的 就像我们吴院长说的 念初就是那种 一定要下决心干一件事情 就一定会把他扮成的人 可我不能这么自私 把他扯进这种 没完没了的折磨中 这一个人的罪 何必两个人承受呢 周明啊 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一个人战斗的这种话 如果耍酷能治病的话 那要我们医院门诊干吗 我早就过了耍酷的年纪了 你放心 治疗方案我听你的 但你也帮我一个忙 别把我的情况告诉你出来 可 可他毕竟是你的爱人 他有权利知道的 如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很快就不用为难了 来 郑大长 你刚下小座 我跟你说我可看你 这星期的排这班表了 怎么那么忙啊 公明天下午就三台 以前我是没排过 不算什么 两台小干癌 没那么复杂 什么呀 你不打开 你怎么知道 这万一要拖到后半夜呢 我跟你说你这老腰 你咱快别雪上加霜了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多嘴 我自个儿问他行了吧 就是一小车祸 所以没告诉你 小车祸 光那车就得休一个星期 你以为你是谁呀 钢铁侠呀 我跟你说 咱们院那几个骨科大伙 正好在 你让人家去给你看看 上次台风抢救 咱们科和骨科抢手术室 算是结下梁子了 我可不想落他们手里 让他们公报死仇 那 那要不然这么着 咱停几天手术 稍微缓缓 用不着缓我心里清楚 一跟你说这话 你就这个态度 还是念初了解你 对吧 就跟我说了 你就悄悄地看着他 别让他太辛苦 什么都甭跟他说 你这算悄悄的 我跟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 也就念初能够忍你这脾气 你说念初 咱医科大公认的笑话 这一朵鲜花怎么就插在你哪儿上 喂 周明 心理医生我帮你约好了 我下午陪你一块过去 这个人呢 是我在美国UCSF的同学 人家可是大教授 特别有经验 可难约了 你千万别安排别的事啊 怎么样 对不起 浪费你时间了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最怕你这样阴着脸 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吵架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忘不了 是 你怎么可能忘得了呢 这么多年你对我有多失望 尤其是女儿的事 你从来没有原谅过我 咱们不是说好了 不提这些了吗 我是不想提啊 可你能放过我吗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 带我来看心理医生 你就是想借心理治疗 让我一次次回忆美美的事 让我永远内疚 永远无法自拔 你就是这么看我的 你认为我是想折磨你 而且还处心积虑地 借别人的手来折磨你 女儿的事 你以为我不内疚吗 你要惩罚我跟我直说啊 表面上体谅我 告诉我一切都过去了 让我朝前看 可我真的朝前看你又受不了了 变着发达 让我重新内疚自责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想让我自觉自愿地 把自己捆绑在陈年旧事里 给女儿陪葬 我把你憋在心里的话 都说出来了吧 对 倒省了我的力气了 好吧 既然下午已经请假出来了 就一次性把事情都解决了 你还想搞什么 去民政局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你说你这一声不响的你就要走 一走就走半个月 什么情况你是 我们柯本来是派李明宇去的 他临时有事我就顶他了 你自己不还有一大堆事呢吗 再者说国家自然项目这基金 马上可就要报审了 你 你知道你去这地什么地方 大西北 就你这身体 能不能行啊 现在只要不在江城 去哪儿都行 念初 你 去哪儿 走了 这儿不错 周明 你觉得我这人脾气怎么样 还行啊 不过现在这样子可有点瘆人呢 好 我今儿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瘆人 你们两位同学 先出去 快快快 出 出去 你怎么了 我想告诉你 是不是老实人如果是互发脾气的话 你想欺负人你就能欺负谁 什么错嘛 我一会儿还有手术呢 你先给我坐下 先给我坐下 我问你 念初去西部这事你知不知道 知道 他为什么要去 你知道吗 我跟他已经办完离婚手续了 他去哪儿没必要向我解释 再说了 我想你一定见过他 你肯定知道答案 我知道不知道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去给我告诉我 这些年来你是怎么对待人家 人家又是怎么对待你 你 娘家哥哥来行事问罪啊 你别忘了离婚是他提出来的 那是因为什么呀 那是因为这两年来 你根本就没有努力去争取过 你没有挽救你的婚姻 人家一直在关心着你 知道不知道 就前两天你出车祸 人家还为你提心吊胆的 这你懂不懂 离都离了 你想怎么样 什么叫我想怎么样 我告诉你 周明 你们俩的婚姻 我不管 我是局外人 我只求你一件事 如果你跟人离 你能不能给人一个 好离好散的待遇 这难吗 周明儿 你完蛋了 我看你这人是无可救药的 你配不上人家你知道吗 你这辈子从来就没配上过人家 对不起 好